上海市龔正市长 宗明副市长 柯市长 蔡副市长 还有各位嘉宾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很高兴代表台北市政府 参加这一次双城论坛的主论坛 双城论坛第一次采取视讯的方式举办 在COVID-19的肺炎疫情 还在全世界肆虐的现在 其实台北市已经完全解封 我们市民的生活 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各地的旅游景点 也都是爆满的人潮 台北市民正在享受仲夏的热情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北市在这段时间 开启的防疫工作 以及未来的经济转型 第一个是如何超前部署 又可以继续维持城市的正常运作 第二是防疫的创新作为 第三在企业纾困跟经济振兴的方面 第四如何弯道超车 转型到下一阶段的经济 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一样 十七年前 虽然也曾经发生过SARS 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 现在我们正共同面对 全世界无法预测的巨变 但这也是台北市要创建新价值的大好时机 台北市的防疫战争开始于2020年的1月27号 那天是农历的大年初三 当天早上我们市长召开了第一次的应变会议 当时的武汉已经封城 而且台湾各地有零星的传染的个案 也有若干无症状的感染者 所以市长是医生 当天市长戴上了口罩 同时下令台北市所有的第一线工作人员 也必须强制戴口罩 例如公车司机 还有捷运的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第一线的柜台人员 市长戴口罩的画面 经过媒体跟网络的大量宣传 台北市很快就进入了全民戴口罩的抗疫时刻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北市在这段时间半年左右的防疫作为 跟超前的部署 COVID-19引起的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被形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危机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在17年前 其实我们经历过SARS的丰厌的经验 所以台北市事实上在这段疫情之前 我们已经准备了17年 科市长任内翻新了和平医院 在17年前建立的负压隔离病房 重新打造一个节能安全跟负压隔离标准的新的标准 提升了应变医院的收治能力 这一次立刻就派上了用场 另外台北市各个医院在这17年之内 也陆续建置了非常多的负压隔离病房 总数甚至超越了专责病房 卫生局在17年前也开始成立台北市的传染病防治网 以及定期查核 教育训练跟实体支援启动演练 因应各种新兴传染病的威胁 台北市不但是招检部署 而且几乎在疫情期间 全市都正常上班上课 交通的运输也维持运作 在防疫期间里面 我们公家部门举办了异地办公居家办公 开发了台北库克云让学习不中断 也强化了交通运输的防疫安全 政府跟市民一起努力 将疫情对城市的运作影响降到最低 台北市是一个交通运输经济文化跟商业活动 都很活络的国际城市 这次疫情面对国际疫情如此的远峻 但是台北市累计的确诊人数只有119例 其中只有8例是本土病例 有一例是死亡 但是它是境外移入 所以台北市有大量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可是透过了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 跟境外检疫的方式 我们有效地抵挡了疫情的侵袭 通过这些通报裁检的方法 在1万5千多名的检验中 我们发现了104个相关的确诊病例 让境外移入进入社区传播的影响力的压力降到最低 台北市的疫情慢慢的趋缓 台北市在居家检疫的跟居家隔离的总人数 到现在为止大概有4万7千多人 可是在里面检测出阳性的部分 仅有80人 所以我们规划的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生活支持 跟它的关怀系统 启动了一个完整的关怀服务中心 以1999的24小时的服务专线 全方位提供居家检疫者跟居家隔离者 它的必要服务 包括我们会每天电话的关怀 我们也会有送餐的服务 就医的安排 通讯的诊疗 还有我们提供防疫计程车 以及相关卫教 垃圾清运的基本生活支持 让每一个在台北市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民众 都能够有完善的隔离环境 在台北市 我们最骄傲的是 相关防疫医疗跟物资的整备 我们运用智慧科技 建立了防疫的一条龙的追踪系统 建构了兼顾的保护网 掌握防疫医疗跟物资的现况 以达到及时的量能跟管理的控制 我们建制了智慧检疫的多功能系统 还有传染病的通报系统 以及我们接触者都有一个追踪系统 在防疫的追踪系统 还有防疫物资所有的物资的管理资讯系统 那在市政府有一个中央的追踪管理系统 通过医疗的整备 还有台北市传染病房治网 以及感染的管制 然后我们配置了医护跟社区公卫人力的整备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 台北市在防疫医疗跟物资整备上 几乎是做到零缺点 接下来是跟大家分享台北市的防疫的创新的比较创新的作为 这一次的病情疫情来的又急又快 所以当时台北市独创了一个制度是防疫旅馆 因应相关入境的旅客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 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台北的国际旅客特别多 尤其各些国际旅客在台北市的境内并没有任何的住所 他必须要居住在旅馆 可是我们的旅馆业并不清楚 如何去照顾这些14天必须逐步出户的旅客们 很多旅馆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台北市政府特别建立了台北市的防疫旅馆的体系 制定了旅馆的防疫手册 还有建立线上的教学课程 市政府协助制定了这些入住的旅馆的动线 清销跟公餐的无接触的服务 而且必须经过员工全体的同意 才可以改制成台北市的防疫旅馆 要整栋提供入住的旅客来居家检疫 初期是用市政府来媒合旅馆跟旅客自费入住 之后的旅馆业纷纷愿意转为公开的防疫旅馆 而接受预约订房 所以只要回来台湾的旅客都可以订得到防疫旅馆 防疫旅馆的目的是在减少社区跟家庭里面的群聚感染 所以我们在2月21号就第一家防疫旅馆上线之后 目前有36家2400个房间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安心住房专案 因当时的防疫旅馆其实供不应求 所以许多回到台湾的人都跟家人同住 但是他的居家环境其实很难做到跟家人隔离 所以台北市推出的是安心住房专案 也就是由家人入住台北市的旅馆 把家留给这个需要居家检疫的家人 所以只要能够避免家庭的群聚感染 台北市政府就会按日补助他们的住房费用 第三是安心检疫所 台北市建置了自己的一个安心的检疫所 来做集中检疫的管理 管理规格比照了医疗院所 所以提供特殊需要的市民来做居家检疫 第四 在3月13号 我们招募了很多的旅馆业 加入警销医护加油站 也就是由政府支付相关的住房费用 供防疫的人员 还有备用的休息场所 那以上的防疫旅馆手册 内容非常的严谨跟完整 所以我们市府已经全部翻译成英文 并上网公告 分享给全世界的城市来做参考 另外针对台北市的居家检疫者 我们是社区关怀系统的总动员 所有居家检疫者都有专人一对一的提供关怀的问候服务 还有专人收取他的垃圾 还有独居者有专人送餐 如果发生任何症状的话 我们会有防疫计程车 还有救护车 会护送他到专责的医院去 另外因为这些居家检疫的民众在14天里面不能出门 所以我们也提供一个关怀包 里面有必要的防疫物资 还有生活必需品 以及电子的体温计 电子书 还有线上营营平台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有用智慧科技来做防疫 台北市是台湾唯一一个 有高中全校曾经停课两个礼拜的城市 经过台北库克云 在多年前的建制 我们建制了学习管理平台 提供师生在这个停课的期间 进行同步跟非同步的线上教学 复课以后的进度达到97% 几乎不用补课 另外我们在五月份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举办了国中的教育会考 当时有两万多个台北的考生 全体的考生全程戴口罩硬考 然后教育局使用多功能隔板 让他们在中午用餐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 两万多人的大规模的考试 另外我们透过台北智慧城市的 专案办公室 我们也媒合了新创业者 借接到了健保资料库 推动了实名制的口罩贩卖系统 利用多元的行众支付的方式 我们落实了实名制跟无现金教育的整合 也搭配了这一次的口罩配发系统 另外卫生局也遵循市府的 公开透明的原则 我们分发了将近五千六百万份的口罩 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将配方领用口罩的情况 全部上网公告 另外市府特别做了一个实名制的APP 因为这次防疫需要很多地方都需要实名制 在台北市的公有场馆 以及没有办法做到社交距离的 例如酒店跟舞厅 所有入场的人员必须要扫描身份证件 上传市府的云端 落实防疫的实名制已备将来的疫调 但是业者是不能取得相关个人资料 而这些个人资料都会在28天之后销毁 市长常说 这一次就像一个车祸受伤的人 医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先将它指写 所以台北市运用了九大的纾困措施 大概20亿的预算来救企业驻市民 我们的九大措施分别是 第一个 延税 营业受到影响的 我们延税将近12个月 也就是一整年 第二个 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租用室友地的 营业用的我们减租50% 社会住宅减租20% 减价 第二个 台北市可以控制的相关的公共水价 我们的营业用打85折 防疫医院跟防疫旅馆 我们是给到5折的优惠 第四是优席 中小企业的轻创贷款 中小企业这次受创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由市府来补贴优席6码 第五 我们给予相关的补贴 刚刚说的安心住房专案 我们入住防疫旅馆 我们有政府来补贴他们的住房费用 另外公车业 客运业跟旅馆 也有大幅的补贴 另外相关居家检疫的市民 他们受到的影响 我们会给他防疫的补偿 以及急难救助 还有弱势补助 第六是降税 有很多企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如果他有停业的楼层 我们就把他的房务税调降 另外很多的文化活动没有办法举办 我们也把娱乐税加以调降 第七是延租 室友地的成租 刚刚讲的减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应付企业的需求 甚至我们把他的租金也延递到大概12个月 那最严重的就是停租 在跟市政府租地的 他可能连营业跟延租跟减租都没有办法继续经营的话 我们也会让他暂时先停租 那最重要的是劳工的纾困 我们提供了将近两千个临时的工作机会 让失业的市民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 第二步就是要输血了 我们下半年的振兴措施 其实都是在让 只是刚刚刚流血的人 他能够输一点点的血 至少让他的经济能够复苏 所以我们在输血的部分 消费的振兴跟商圈的体验 我们提出一个小旅行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把客人引进商圈 第二个我们辅导店家跟店商 跟外送平台的合作 成立线上的销售专区 还有推出专属的优惠方案 另外我们台北的举办市场跟夜市的振兴系列活动 希望能够提振市级的商机 活络相关的消费 另外我们透过网络经济创新的应用 跟数位环境的基础建设 协助我们的企业跟产业能够数位转型 接下来是要推出安心的旅游方案 结合安心旅游跟场馆的优惠 我们希望吸引游客都到台北来玩 最重要的是最后台北市政府加码 敬老卡 爱心卡跟数位学生证 以及消费抽大奖的活动 我们鼓励市民来使用新的数位工具 第三步就是要手术重建 疫情后的经济转型是必要的 长期来看疫情是危机也是转机 也正是台湾产业形态再次转型的契机 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的商业模式 新兴产业的模式必将产生 而且取而代之 例如零接触的经济 在宅的工作 还有远距的学习 这些新模式将成为新常态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 我们应该学习跟疫情共存 重新建构新的生活习惯 跟适应新的经济模式 以调试的心态来面对未来的生活模式的变迁 跟产业发展的改变 在手术重建部分 我们要因应疫情后的新常态 我们要重建更好的将来 所以在智慧政府的部分 我们希望打造未来政府的数位生态系 我们加速次世代的数位基础建设 以及优化市政数位的服务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市政的数据 能够开放以及应用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振兴的产业创新 我们要支持新兴的产业 跟新创的产业 还有数位领域的人才的培育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台北市 成为一个创新的实验的场域 让这些新兴的产业 能够在台北市获得它最大的实验 第三个部分是消费的活络 我们希望能够发展智慧零售 还有零接触的新经济 安全消费环境的建构 以及加速电子支付的推动 还有多元通路跟跨境电商的合作 这也是为了因应疫情后的新常态 我们必须要加紧脚步 最后 我们在这次疫情里面 希望能够创建出台北市的新价值 事前的整备 完整的规划 超前的领导 民众的信任 台北市政府致力于防疫跟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从来没有过大规模的封锁行动 所有的公立场馆跟机关学校都正常运作 市民是正常的生活 交通的运输也照常 我们疫情控制也很得当 所以台北市并没有发生任何社区的群聚感染 都归功于台北市民对市政府的领导跟信任 让我们在第一波的疫情中 黯然的度过 接下来台北市要如何带领台湾 迈向经济转型 弯道超车 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经济转型 而不是只是回复到疫情前的原状 台北市的挑战正在开始 带领防疫跟经济达到平衡 让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台北市政府在这次疫灾里面 创建的细架值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